三哥 您又喝酒了 我喝酒关你个屁事 您就把门看好了 任谁都不让进就成了 废话连篇 妹妹 闲的时候解个闷 好玩吧 喜欢吗 我的手艺如何呀 这是你编的 可不 比买得好 等闲的时候我教你编的文 剑修 你这般待我 我明白你的心意 可是我还想告诉你 你我有的 只怕只是兄妹的情分 妹妹 你就什么话也别说了 你就全当我是你的亲哥哥 妹妹 你别说 你什么都别说 不准 不准 准了 妹妹 妹妹 你什么都不说我求你了行不行 来 妹妹坐 妹妹请坐 请坐 我也坐下 我说句真话 我说句真话 不是没生过董妹妹的念头 不是没那个心啊 我也不是没有手段 我 我只要是在 在酒里边下 下点萌汗药 等妹妹你不省人事了 那还不是由着我摆布啊 前兄 我要是真的想使 想使那种下流手段 那还跟你说吗 我前回既然跟你说了 就绝不会那么做 嗯 我要 我要是想做点什么 那谁敢拦我 就是 就是说我 我前回想睡个本女人 那这娘的有什么男的吧 可对 对妹妹你 我 我前回是绝无此意 我 我坐离妹妹近点 妹妹 你听我说 我 我要是起了歹心 就算是和你结为兄妹 又怎么样 我我心里都是真的喜欢妹妹 前兄 陈公子在狱中可好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说是把她关在牢子里 其实根本就没把她当个人犯 这些日子她吃得也好了 睡得也好了 不信哪天我带妹妹去看看她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前兄 既然你已经答应我 不会难为陈公子 那就请你尽快让我见她一面 看起来你的心里 你还是只有那姓陈的 我也只是把陈公子 当成个朋友 朋友总归是有缘结为夫妻 可兄妹 只能永远是兄妹了 这层意思我情亏心里明白得很 嗯 张门 是老爷吓我一跳 不用害怕是我 给给给姑姑姑娘的汤烧好了 烧好了我这就给姑娘送去 不用不用不用你忙你的 忙你的忙你的忙你的 我来我来给姑娘端过去 于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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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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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让她 我来给姑娘 我来给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呢 我干什么 我正喝玉姑娘说话聊天呢 他们喝了点酒 你干什么 乔本 你门都插上了你干什么呢 你不要骗人 你就起了歹心了吧 妄屁 我连玉姑娘碰都没碰 我起什么歹心 嗯 三哥 你真的要用那种下流手段 放你个狗 臭屁 我告诉你老四 三哥 三哥想跟玉姑娘好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实话跟你说 郑天寿那个老杂毛 又在打玉姑娘的主意 我就想先和玉姑娘好喽 让那个王八蛋什么也捞不着 你这般作为跟郑天寿有什么俩呀 郑天寿是畜生 你也想当畜生 你活着 你敢骂 骂 骂你三哥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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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咋 还敢打你三哥呀 来 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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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个熊样子嘛 是我叫你看玉姑娘的 你就是我顾的一条稿 不是稿 是你熊饼 我要是稿 你是什么 熊样子 等他娘长脾气了吗 等他娘长脾气了 整天让老子认字认字 说好认够一千 让我见皇上的 现在都快三千了 连皇上的影子还没见着呢 整天像坐牢一样 老子不干了 你去告诉你们二爷 还我银子 老子揍人了 哎呀 阿丑 你天分很好 不读书认字实在是可惜了 你不是还想当钦差的吗 我不当了 不当了 这整天过得一点都不好玩 哎呀 阿丑 有多少人苦读一生 穷精好手 到头来甭说求得功名 连个举人都中不了 你这才念了几天的书 要是没有点稚气 日后又怎么能当钦差大人 谁说当不了 我不诗字也照样当得好好的 哎呀你又说胡话了 那钦差是要皇上钦点的 总得有个官职才是 你不经皇上封赏 怎么能当钦差呢 不学了不学了 不学了 反正老子已经过过钦差的瘾了 今天就是你说出大天来 老子也不干了 哎呀阿丑 哎呀呀呀 来 魏大人 皇上那儿我已经摸了底了 皇上对阿丑的家事并不十分在意 不过我也只是顺带着当闲话问了一句 没敢说太多 二爷 您就手跟皇上说的就是了 非让我去说呢 你不是想利用阿丑让陈欣复职吗 还是你说更合适 这 我不过是个闲差 多管这档的闲事也只是因为和你的交情 正经该怎么办 还是你说了算 二爷 您看 到火猴了吧 差不多 那阿丑也认了不少字了 段师爷一边教他做人 一边给他说些故事 故事里总归藏着些人情世故 虽说是胡伦吞枣 可总归懂得些道理 皇上要是问起来 恐怕也不至于太出丑 这个道也无妨 皇上用人 一向是不惧一格 这个阿丑是在江湖上混大的 他的那些本事啊 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读书围观人所能有的 正是他这一点 我才觉得有可能为皇上所用 嗯 魏大人所愿极是 既是这样就更不用再等了 那阿丑像关在笼子里的野猫 再憋几天恐怕会闹出事来 皇上 魏大人求见 这么晚了 什么事啊 说是位钦差的事情 传他进来吧 遮 好 左都御使魏相书给皇上请安 平身吧 谢皇上 怎么着 找到合适的人了 皇上 找到了 再合适不过了 哦 是哪一位啊 皇上别急 我说了 只怕皇上不信 你就别卖关子了 到底是谁 是星哥的进士 此人连字刚刚认下几个 怎么能中得进士呢 魏老 你这又跟朕闹着玩呢 这大晚上 朕刚想算几套算学题 换换脑子 皇上 你要是没什么正经事 朕 可没工夫给你斗闷子 皇上 臣实说了吧 上回偷臣信圣旨的那个贼 让老臣给拿住了 什么时候的事 皇上 这位主 是背了阴灵回来的 二爷也是误打误撞 说起来 还真是皇上的红福呢 二哥这些日子 倒也见过我几回 我就觉得他支支吾吾的 有话要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自己不来对朕讲 反倒要你来做朕的说客 难道这贼 是我二哥手下的奴才不成 皇上 不是这么回事 您听我 慢慢跟你说 甭慢慢说 赶紧说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朕 不许有丁点的隐瞒 皇上 这说起来 还真有些乐子呢 阿丑啊 咱们的家事 你小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你 怕你读了书 又认了字 再惹出什么麻烦来 姐姐啊 就想这么慢慢地把你拉扯大 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算了 可是没想到 我们遇到了陈公子 姐姐看你假扮清差也有模有样呢 就想让你跟着陈公子 慢慢地学着做点事 却不料你把陈公子给害了 姐啊 嗯 其实你不说 我多少也知道一点 咱们家以前跟皇上他们家接过梁子 我又偷过小白俩的圣旨 要我说呀 我也不想当这个清差了 等明天我跟二爷要来银子 咱们还是走人吧 阿丑啊 你知道二爷是什么身份吗 反正他不像是做买卖的 他是背了爷 那他跟皇上是亲戚了 你想啊 他跟皇上是一脉的 要是记仇的话 还能如此对待咱们姐弟吗 阿丑啊 咱不用怕 姐上回见的那个老头啊 是个左都御史 是能跟皇上说得上话的 他现在正跟二爷想办法 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呢 所以呢 你要耐住性子多住些天 好好认些字 多读一点书 哪天真的有幸见到了皇上 和皇上对打起来 也不至于让皇上小看了你啊 姐 你是喜欢姓陈的小白脸呢 还是喜欢那儿爷这个小白脸 你刚说几句正经话 你又来了 你跟我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依我看 你就甭搭理姓陈的小白脸了 他已经被皇上贬了官 我看他当亲战还不如我呢 那儿爷既然是皇上的亲戚 肯定是不会被贬官的 我看你还不如跟了他算了 你一个小孩子家你懂什么 那位二爷是有家时的 姐姐才不会凑那份热闹呢 要不然这样得了 我回头啊跟皇上说说 要是皇上肯娶了你 你就是娘娘 去 到时候我就是皇上的小舅子了 皇上就算是不封老官 总不会杀自己的小舅子吧 那皇上啊是天下至尊 姐姐都什么岁数了 这又什么嘛 你长得又不丑 又识字 心眼又好 我跟皇上说说又有什么关系吗 你啊 见着见不着皇上还两说呢 姐姐只盼着皇上不怪罪你就知足了 姐 你放心 只要我能见到皇上 我肯定会想办法让他娶了你 阿丑 你再说我生气了 你不是喜欢皇上吗 那儿也长得白 他和皇上又是亲亲 我看皇上也不会丑到哪里去 你再说我走了 好好好 好 我知道你就是喜欢那个小白脸 算了算了 我就只替他求刑 这都行了吧 你这是说书呢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这全都是真的 皇上 微臣怎么敢欺骗皇上呢 要不明天你只管问贝勒爷去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想为臣信开脱呢 还是 皇上 臣无意给臣信开脱 也不是跟皇上糊弄事 臣只是觉得阿丑 以后能为皇上所用 俗话说啊 官有官道 匪有匪道 有些时候 下面的贪官无力 和一些江湖黑道人物 向勾结 也是官匪难辩 整顿励志 需要不同寻常的角色 这个阿丑 也算降文之后 根上还是正的 有聪明伶俐 颇有随即应变之才 臣以为 皇上如果好好调教 日后 必为皇上所用 那 他偷圣旨的罪 就免了不成 皇上 这个 臣早就想过 如若治他的罪 也不过就是刑部大牢里多了一个犯人 微臣已向皇上如实禀告 皇上 是不是亲自验证一下 也好 魏老 你说阿丑他天赋异禀 心算也十分的快 这倒让朕有些好奇了 这么着吧 你明日告上就把他给带来 让朕先考一考他再说 皇上 这个 我是怕 你怕什么 怕他顶撞朕吗 皇上 我是怕他 冯违之下 他不敢露出本性来 让皇上扫兴 那你的意思是说 难道让朕 一驾去看他不成 微臣不敢 微臣只是想 皇上每日里办的都是大事 见的都是官员 皇上 哪天要是清闲了 何不微夫私房 去逗逗闷子呢 好 就依你了 等这两天朕得了空 到去看看这个阿丑 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人知初 姓本善 席相近 人相远 人知初 姓本善 席相近 人相远 人知初 皇上 太太七� stand 他也知道 哎呀二爷 这个没有教养的东西 多少道理跟他讲过 还只是不经斯文 二爷 您瞧瞧这小子 昨个往我的靴子里 放了只蛤蟆 今儿今儿跟我背上 画了这东西 哎呀您倒是看看 先生既然如此生气 却为何还要教他 这位爷 您有所不知啊 这小兔崽子 逃是逃了点 可真他娘的聪明 这班学生教起来 倒也有趣 只是哪天不捉弄我一下子 他便痒痒 二爷又不让我打 我只给他攒着 早晚啊 我得结结实实地 给他一顿板子 听说 那小子的心算倒很厉害 算学啊 不过是些雕种小技 这小子认字才快乐 这才几天 就想让我教他做对子了 段先生 你不要生气 暂去歇息一会儿 带我前去看看 教训他几句 皇上 他就住在这里了 您进去时候小心着点 说不定门头要放什么东西呢 行了 你们先下去吧 人呢 你们说 这臭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皇上 你别着急 或许去找他姐姐了 我这就过去看看 喊他回来 鹰鹰姑娘 二爷 鹰鹰姑娘 阿丑可在吗 阿丑 阿丑今儿一天我也没看见他 这小子也太不识抬举了吧 朕让你窜兜的 八八地赶到这儿来 他倒好 人先跑了 你们唱的是哪一出啊 皇上别急啊 这小子自从进了京城 二爷怕他暴露身份 被人利用 始终就没让他出这个院子 也真是把他给憋坏了 不过 这背了腹 四处有人站岗 料他也跑不出这个院子 算了 算了 你们先找人吧 朕可是个盲身子 哪有功夫等他这么个闲东西 朕先回去了 皇上 人找住了吗 皇上恕罪 是为臣律师不周 那小子这两天挺老实 我就放松了 谁是见着他跑了 不过皇上放心 他姐姐在这儿 他不会跑多远 过不了多久 等他饿了 他自己就出来了 你们就在这儿陪着他玩吧 朕可没这个闲工夫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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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在院子里边坏了 你带我出去走走 咱们交个朋友 找吗 你放心 你只管待着 不动便是 你去吧 好了 哥 你帮了我 我不会让你知归的 来 往哪儿走 好 哥 谢谢郝哥哥 没事 没人敢进来 郝哥哥怎么招呼 姓龙 那就是龙哥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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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您可给皇上带了什么东西吗 公公何出此言 刚才教父告诉我说 说教子比来的时候沉了许多 如果不是二爷 您给了皇上什么贵重东西的话 只怕是 不好 有刺客 来人 别急 二爷 刚才您手下的人 把这个院子 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吧 怎么着 这皇上的轿子 恐怕 没人敢瞧一眼吧 原来是这小子 不行 魏大人 我得带人赶过去 这万一要经了圣驾 你我可吃醉不起啊 不要急 二爷 你只管带人跟着 皇上可是有胆量的 一切听皇上示下 就听魏大人的 你只管我 想赶紧了 你觉得 你怎么壮人 没人 然后就来 还想去赌场 对呀 你不喜欢吗 也不是不喜欢 只是我赌的 比平常人要大一些 那你玩多大的 赌房子赌地吗 只怕比房子地还要大呢 你们家很有钱哦 算是吧 但这有钱 也有有钱的难处 怪不得你说 你来贝勒爷府收账呢 那你家开了多少银号 是不是也有赌场啊 赌场 大概是有吧 可惜我也没去过 那儿爷欠了你多少银子 那道师不多 只是东一处西一处的 十分难算 你说说我来给你算算 真的 你可听好了 他先欠了我们家 一千二百三十四两的米钱 后来还了我七百六十五两 又欠了我四百五十六两的酒钱 还了我六百七十八两 又欠了我七百八十九两的柴钱 入冬时又欠了我两千三百四十五两的皮货钱 最后他一共还了我三千三百八十一两 你说他最后欠我多少钱 他不欠你钱 什么人哪 告诉二爷 趁这就回去 别跑我身上 啊 去 我才明白 二爷 主子说了 今儿个不回宫了 一会儿还转回贝勒府去 您赶紧派人安排一处住处 是你一样的 别叫阿守看出来 您那儿是贝勒府 就行 您那儿是贝勒府 你去回皇上 就说我领旨了 你可不知道 那叫一个香啊 你说的这些东西啊 我都没吃过 你们公子哥吃的东西 酒我也吃不惯 我吃的恐怕你没吃过吧 那你说来听听 你把酒放下去 为什么呀 我要这么坐会儿 挺舒服的 老鼠你吃过吗 老鼠也能吃啊 那是猫食 一看你就不懂了吧 老鼠好吃着呢 有一年啊 我和我姐待在地方 闹了塞 树皮都让人扒光了 我就估摸着吧 这地里总有老鼠是饿不死的吧 有一天啊 终于让我逮着一窝子 用水灌了半天才灌出来 我就尿了泡尿 祸了些泥 把这老鼠啊 开了膛儿去了长度 用泥巴这么一包 放在火里烤 不用去皮 一看你就没吃过 用不着去皮的 那不去皮 上面都是毛怎么吃啊 哎呀 不是用火烤吗 嗯 你看那小泥壳吧 哎 烧得硬了 用棍儿 巴巴巴这么一敲 赶紧给它都火里巴拉出来 把这个 泥壳吧 打烂 毛自然就没有了 哎 对呀 把这个老鼠啊 嗯 左手右手这么一拿 这么一背 哎 那个香啊 我告诉你啊 还就得用尿活泥 用水 就没味儿 这尿也能吃啊 这你就又不懂了吧 自己的尿又不脏 还带着这么一点咸味 只不过有一点骚 当然了 这股骚味啊 去腻 原来还有这种吃法 那你们 能常吃得着吗 三年里头 谁家不去地里头 找几只甜手吃啊 碰得着算我的运气 不光能吃到肉 说不定 还能碰上一两手粮食 粮食 哪儿来的呀 田鼠惊着呢 他 他那窝里总有一两身粮食存着 而且 他会存粮食 还不会发霉 那老鼠用过的粮食 人怎么能吃呢 那总比饿着肚子强吧 他存的那粮食又不发霉 吃着又香 那多好吃啊 这倒也是 没想到 这穷人还有穷过法啊 哎 那你们还能 吃到些别的什么东西啊 多了去了 有 不过吧 这玩意儿 也总有吃光的时候 那吃到最后吧 别说老鼠了 什么都吃不着了 起庸 起庸 李阿晴 阿丑 你也出来吧 我们家到了 不会有人再抓你了 龙哥 你家院子可真不少啊 我刚才数了一下 过了四道门才到这儿 你小的倒真是机灵 刚才让你说的我也饿了 走 我们找东西吃去 二爷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就算皇上不怪罪 要是让太后知道了 非问罪不可 卫大人 这个你只管放心 我看皇上是来了兴致 连功都不回了 恐怕会问上一夜 太后要是怪罪起来 大不了我去告罪 顶多挨几个嘴巴子 我认了 二爷 您说 这个阿丑修的是哪门的福 让咱们替他操心 卫大人 这也是缘分 也该找这阿丑有运气 正好遇见我 要是换一个人 早把他当人犯拿了 说不定这会儿 早都掉脑袋了 是这话二爷 杀一个混混 举手之劳 可是要替皇上 选一个能力 那可要劳力费身哪 龙公子 别管我一人吃的 你也吃点啊 我用过了 用过了 什么用过啊 就是吃过了的意思 吃就说吃 干嘛说用过了 龙公子 来 把这杯也喝了 龙公子 你说你是做买卖的 依我看 你姐恐怕是当大官的 可以见得 你一说话 我就知道你不是做买卖的 你竟问一些 下卖当官的事 做买卖总得问点 行情价格吧 哎 有道理 哎 实不相瞒 家父 确实是在朝为官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那你爹 认不认识皇上 哦 上朝的时候 总会见着的 怎么 你对皇上有兴趣 龙哥 我也不瞒你说 我当过几天清差 当然是假的啊 可是那几天啊 着实的威风 你爹要是认识皇上 能不能拖他个门子 让我见一见啊 你想见皇上 你刚从贝勒府出来 不去求那二爷 怎么反倒求到我的头上来了 嗨 甭提了 你要是不来啊 我还以为那二爷是个假的呢 整天把我关在屋子里 让我念书识字 早就答应了 要领我去见皇上呢 一等也不来 二等也不来 我看八成是哄着我玩的 龙哥 你见过皇上没有 听说皇上和咱们差不多大 长得白不白啊 这个 啊 皇上我倒是见过几面 也的确长得跟咱们差不多大 至于这白不白 你们这干嘛 龙哥我 你们下去吧 我让你们下去 龙哥 你也不是外人 我就跟你实说了 我姐啊 从小把我拉着她 就因为有了我 总也嫁不出去 那好人家呢 总觉得她身边带着我这么个脱油瓶 也分不清我是她弟弟啊 还是她儿子 我没有穷 谁愿意娶她呀 那不好的人家吧 我就瞧不上 总怕我姐嫁过去会吃亏 如今我也长大了 我姐准备管着我 也让人烦 我就想着啊 给她找个好人家 把她嫁了算了 你想把你姐姐嫁出去 只管找那些家境殷实的读书人 也就罢了 你管她白不白呢 你不知道 我姐啊就喜欢长得白的 上回那个小白脸钦差 我姐就看上了 没成想 那钦差没几天就被皇上罢了官 我看她日后也没多大出息 我就不想让我姐嫁给她了 那儿也罢也挺合适的 长得也挺白的 可是我姐嫌她三七四七老婆太多 不愿意凑这个热闹 照你的意思是说 难道你想把你姐姐 嫁给皇上 又让你给说着了 我也不瞒你啊 我透过钦差的圣旨 说起来那是欺君之罪 是要砍脑来的 我姐带我来京城啊 就是为了给小白脸说情来的 可是万一惹恼了皇上 挨刀的还是我呀 所以呢 我就想啊 最好能够在见皇上之前 把我姐嫁给皇上 这样一来啊 我就成了皇上的小舅子 皇上再狠心 总不会杀自己的小舅子吧 好你个阿丑啊 那你姐姐长得漂亮吗 我姐真的挺漂亮的 你别看我长得丑 人家都说我俩不像一个娘生的 我们俩呢 确实也不是一个娘生的 我姐呢 是我爹大老婆生的 我呢 是我爹小老婆生的 一般呢 小老婆比大老婆长得好 我娘呢 也确实比我姐的娘长得好看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长得丑 我姐就是长得漂亮 龙哥 你要是能说动皇上 见一见我姐 我保证她喜欢 你坐下来跟 你坐下来跟我说话 我让你坐下来 他吧 你坐下来 你坐下来 我正在我咱们 你坐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